曲风演唱的天堂天与地 唱给黄河听等经典的音乐作品 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强 可是复为草原真狼的他 虽然在大家眼中是时而奔放时而细腻 但是他那传奇般的人生 或许才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残妇 腾格尔1960年出生于内蒙古 在兄妹五人当中 腾格尔算得上是最调皮的一个 读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闯下了大祸 14岁的他下的写好遗书准备自杀 被哥哥及时发现并带回去之后 从此便被学业失去了兴趣 还三吞两头的找借口逃学 告别了学生年代 在自己的事业好不容易熬出头的时候 腾格尔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可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 便已离婚到终 离婚两年之后 腾格尔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感情 之后结婚还生上了一女 中年得女的腾格尔 把自己十年之前想好的名字 把杰尔作为女儿的名字 之后还付一位女儿创作了一首歌曲 歌名也叫嘎吉尔 在2007年自己的儿子出生 双喜临门的时候 女儿却意外地检查出 会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 这个消息让腾格尔放下了手中所有的工作 专心陪伴女儿治疗 可是即使自己淡出了歌坛 也没有能够挽留住女儿的性命 最后六岁的女儿因病离开了她 对于女儿的离开 很多蒙古族的朋友说 是孩子的名字太火了 因为在蒙古语中 腾格尔是蓝天的意思 而打劲是大地的意思 话虽如此 或许还是太过于迷信了 现在的腾格尔 把所有的爱 全部放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不会去强迫他 学习过多的兴趣爱好 更多的 就是让他开开心心的 过好某一天 看到这里 我们也希望腾格尔 在推出了歌坛之后 还是要好好地享受 自己的晚年生活